那就是欢迎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 包含我们马来西亚的 还有我们台湾的 好像还有我们新加坡的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上 那你看到我这位身边漂亮的美女 她第一次来到我们欧美丽的线上分享 来我们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千千大美女 其实千千她在于房地产业已经有16年了 非常的资深 那去年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那当我们认识的开始有一段故事 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再来重点是她怎么会从一个不认识欧美丽 认识欧美丽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有谈过的 我们来把这个PPT打开 我们来看千千其实是怎么跟我们公司认识的 那她其实是在去年的去年的8月份 去年的8月份 她们的同事她们店长邀请我们帮她的吴老师 还有当然是侯姐 邀请到我们去到就是房地产他们房地产的一个会议 他们开完早会过后我们就去分享 那分享过后呢 就很开心的遇上了千千 那千千你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你的感受吗 感受就是我觉得营养师很热情 对 那时候也是抱着坦白说是 有时候她说擦了会流汗 我说那时候抱着一个 也是想要不然试试好了 因为我胖嘛 胖我本身是不流汗的 坦白说真的是不流汗 我不晓得为什么不流汗 不流汗就不能排毒嘛 那我借由运动员师也没有什么办法流汗 那时候就是她就说擦了会流汗 我是因为想要减肥 我就想说会流汗 可能就可以帮我代谢一些东西 我才去买了两瓶用这样子 对他们来公司推广 她又那个做实验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是天然的 我说那可以用看看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了过后 千千就讲说好 那我用两瓶试试看 对 好 然后两瓶试试看 然后来加入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认识的 其实千千千在之前她在少女的时候身材非常的好 而且也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她现在都很漂亮 现在都很漂亮 脸蛋还是你看还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因为做房仲 这16年压力不少 而且不管客人的压力或者是公司的压力 因为都有一些业力的业绩的压力 所以让她第一个就是说逐渐的睡不好 而且真的是长期都睡不好 不好睡 遇到晚上来临就怎么样 很怕 很怕 因为没有办法入眠 没有办法入眠 而且好像是大家都睡着了 对 我就像一个游户这样走来走去 她边是看到不能看 那也不晓得去哪里这样 OK 就是压力导致你睡不好 而且还有一直的发胖 对 你看从之前少女的身材 然后做房仲过的就是一直变胖 为什么 因为一直吃对不对 一直吃 觉得吃就是可以解决 这个都是由美肌过的 不然现场看更胖 没有她这个 因为千千其实她爱拍照 你看她爱拍照 她虽然是便饭 可是她还是爱拍照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展现最好的给客人 是专业 对专业 你看所以这16年 需要家的感觉 这16年她就给了客人很多的家 而且她自己包含了就是房子的设计 她那么多会 而且她很爱音乐 她也会提小提琴 这都是她给自己减压的方式 对 所以其实这一路来了 她赚了很多钱对吗 能努力赚来的 很努力赚钱 很努力 我是白手起家的 靠自己 对没有一毛钱到现在 什么都有 这坦白讲 就有房有车 有钱 钱要低调一点这样 就是说其实父母算是 只是把她养大 但是都没有给她任何的事业 事业是她靠自己的双手 白手起家上来的 对 那千千每次所赚的奖金 她都带着她最爱的帅宝贝 今年八几岁 八岁快九岁了 八岁快九岁了 就是带着刷宝贝一起出国旅游 出国旅游 你看去过哪里 哇好多 都拜 日本就三次了 哇 然后还有奥地利 法国 法国也三次 韩国两次 哇 所以你看 她其实把所有的钱 赚的钱 其实都尽量的陪小孩去旅游 因为我没有童年 很可怜 就想说让小孩过着最幸福 对 把你之前没有的 通通都给小孩弥补她 弥补我 应该也算是 跟她一起成长 这样子 比较不会有遗憾 所以其实千千是很爱自己的小孩 而且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孩 对 荷兰 你看跟帅哥拍照 然后再来风车 荷兰风车都去过 我都还没去过 有好多地方我都还没去过 对 然后去了法国 美国大家谷 对 还有越南 哇 这些可能很多观众都还没去过 因为千千真的是很喜欢旅游 对 而且她跟我讲 这一张一定要放上来 就是她还到过日本 摸过小白金 对 金与白色的 哇 冲绳我都没去过 我只是网路上看到 YouTube看到罢了 所以你看其实千千真的是很疼爱孩子 而且都把自己所赚的都付出在旅游身上 而且伙伴们我们来看这是哪里 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基东坡 KLCC你看 所以其实千千在六年前就已经跟我们欧美利结下了缘分 所以到去年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凑在一起 而且这一年下来真的是发生很多故事跟见证 待会会非常的精彩 大家看到这一张 这个就是小孩子去到哪里 Legal Lane是哪里 就是在Johor Baru 我们的南马 我们南马那里的一个游乐场 去年是去年去吗 对 去年疫情还没发生以前 你看 所以去年以前 千千都把钱都花在旅游 这些都不少钱 百万千千 百万去完了 这十几年的 真的 这八年十年 我去年光去年去八个国家 出国八次就花百万 当然他又买纪念品的名牌包那些在里面 所以真的都花了很多钱在旅游 然后还去到新加坡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十指头 就知道是新加坡 听说这个拆了 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 有拆吗 拆了 我还不知道 因为在于就是我来台湾以前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留言给我们 看看到底这个新加坡 这个喷水的四指头还在吗 那这个呢就是他小朋友去 就是跟丁海人 运丁到园馆 那在最近的时候 当然不能出国旅游 只能够在台湾而已 那千千当然犯了天灯 就是在十分那里 就是说一定要赚大钱 所以呢 他这一路来都花很多钱在旅游 可是呢 健康却就是不很好 所以导致他失眠的问题 然后预知越来越胖 那再还有还有什么状况 还有酸痛啊 酸痛 酸痛 然后就 还有平尿 平尿 一直上厕所对不对 半夜我可以起来上四次 你知道那很痛苦耶 你不起来也不行 啊起来又睡不着 躺下去 翻来覆去 可能一两个小时候才有好不容易睡着 又起来尿 那种好像 我就觉得人生就怎么会这样 我还年轻 我还在打兵的年代怎么会这样 是 这样子 我就觉得 看有没有人可以救我 那时候我就想说 而且我那时候也有患听 坦白说 我就睡不着 睡不着 我觉得人就可能会有患听 他就叫我说 又掉这个臭瓶 我就想说 我还很年轻耶 难怪那时候我朋友 看到我美哥 真的不骗你 美哥都跟我说 你小孩还小 每次都跟我讲这句话 我就说真的小孩很小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保养 我坦白说也不知道要保养 这样子 因为一直都想说 就是赚的钱 就是去旅游 因为开心 对不对 旅游就很开心 所以烦恼弯到 任何痛苦都弯掉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对不对 那时候的感受 是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辛苦赚的钱 总是要懂得花 对不对 你赚的钱 舍不得花也是死钱 人家说 花掉才叫资产 没花掉 而且要花在自己身上 不要借出去 要借钱的那个 就不叫资产 就花掉 花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有旅行经验 有一些回忆 人家没有的 至少我们可以 就是人生有回忆 所以这些照片 都是所有的 我们旅游的回忆 还有好多好多 只是 我跟你讲是说 要多多灯 他说不用这样子 纪念就好了 让大家看到 这几个国家 我们有的很多 都没去过 因为为什么要有本钱 才能去 那千千这一路来 就是健康上 就出现了很多状况 也很多朋友跟你说 小孩还小 为什么 因为小孩真的还很小 你还要陪他20年至少 对不对 因为你有了健康 你才有更多的时间 陪着你的小孩 还有你的家人 你的最爱的 还有姑姑他们 对 所以千千其实是在去年的 8月19号 我们跟他们分享了 在就是早会 分享了健康讲座 还有当天也是有测位循环 对吗 我没有测到 因为人太多 人太多 人太多没有测到 他就讲说 好了我就买两瓶 回去试试用 试试看这样子 所以当他买回去产品 我就开始关心他了 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 147法则要做得很好 我就问千千 千千你用了没有 你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你的感受吗 我刚擦 我推广当下 我就买两瓶回去用 那擦了一瓦霜之后 我还没有什么运动 我只是整理家里而已 就帮我排汗了 我就觉得 哇这个 我就赶快去洗澡 洗澡完之后 我就 之后 因为我跟同事约运动 运动 既然你爆汗 回家路上那一天回家会冷 我外套看也穿不够 回家就冤着 冤着回去 因为拍汗毛气孔打开 回去就冤着 反正回去 我就觉得 怎么可以让我汗那么多 那时候好像在帮我排毒 重点不是感动我 重点是什么感动 重点是让我睡得着 睡得着 这是重点 那时候刚擦的第一天 我躺下去秒睡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营养师也有问我 我说怎么会这么厉害 因为我很疲惫 我那时候失眠的状况可以到 三四天五六天都没有办法睡 睡得很好 而且有时候两三天没睡好像是正常 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 压力大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房地产 也不是像你们有些人说 我做一般工作压力大 我就说你那个压力不算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房地产少说都几百万 几千万的产品 因为现在高房价嘛 对不对 你几千万你要不要对客人负责 要啊 对不对 你要怎么负责 你卖出去就是负责 买进来也是负责 买卖双方都要负责 所以我们有那种专业性的部分 我们只要经过买卖 我们都会比较小心这样子 那再来部分专业要够 积极度也要够 那我就觉得说我在房地产界是走的 战战兢兢 因为我们有专业度 不打警察要够积极啊 积极的部分有些人 有些人比如说比我们积极 当然他业绩就会比较好 那有些人也是靠运气 我觉得我坦白说我也是 也是运气也有加分的地方 这坦白说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也心地善良 也不太爱去给人家做 有的没有的动作 所以客人信任度都很够 这样子 那我讲我的经验就是 我自从擦了躺下来秒睡之后 刚开始也是爬起来上厕所四次 但是回去就又秒睡了 我说这样子 怎么会好啊 吓我一跳 我说这什么 我还问营养师 他说就是给你身体原料 启动你身体 那时候我擦第一瓶之后 我舍不得开第二瓶 我没有骗营养师 因为我只会买两瓶 因为我只会买两瓶 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说 等我好几天没有睡 我再来擦 我舍不得用两瓶 坦白说我们台湾价钱就五千 我那时候就觉得 其实我们消费的起值是觉得说 坦白说高了一点贵了一点这样子 那但是保养品像我们有其他品牌 几千块算一瓶 如果一样单样产品用一个月 几千块算是合理的 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 保健食品的那个部分 我是觉得说价钱高了一点 那我陆续也有接触几间保健食品 我才知道说这个价钱算是合理的这样子 那重点是要有感觉 有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说 那时候我Mess来 他叫我开第二瓶的时候我Mess来 我就刚好又试了第二瓶 我就大量的抹在我的Mess 因为我Mess来会痛 因为我们压力 筋痛 还没来就痛 还会脾气不好 就认识我的朋友 十几年的朋友 很多都在FB有教我好友的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如果来了很大 其实我平常人很好 对 我平常人很好 只是说我觉得 我有理亏的地方 我一定会讲 我的人是很正派的 就是说我们好来好去 我不吃你的便宜 你也不要占我的便宜 这样子 我的人是正派的 那重点是我要讲的部分 就是我的Mess 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抹大量在我的下腹 下腹的部分 既然不会痛 我就觉得奇怪 原来一天我朋友来 我也想挖一点给他 因为我就回家 我就想说奇怪 我可以忙一整天 一般Mess来我都会躺在家里面 第一天第二天人家 在约我出门 是约不出门的 约会痛 我又没有精神 那一天我竟然可以 带着我朋友上下晚 我就说奇怪 我怎么不觉得痛 回家 我挖一点给他的时候 我把身下抹在手上 要再抹在我小腹的时候 我发现说他在帮我卵子弓的感觉 因为是热的 我以前小腹是冰的 Mess来的时候也是冰的 我自从擦了一发酸之后 我发现说我的好朋友来 他为自己卵子都不痛了 之前来 像现在我最近来都是这种 静静的来悄悄的走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那时候像上个月 我去中部的利保热源玩那一天 去利保热源的时候 在厕所发现来了 我想说惨完了怎么办 用卫生纸先垫一下 这女生就应该知道 因为也措手不紧 以前我要来的时候 我会知道为什么 因为会心情不好 会生气 会痛 会闷痛 我就知道要来 现在不是静静的来 我就垫一下 我只有感觉什么 稍微的腰酸了 其他都没有 我这是明白讲的 真的 因为利保热 我们是早上去别的地方 去看恐龙的部分 下午又跑去 因为行程很赶 所以 我那时候是 要 我去厕所来 看到 要来之前 我是觉得有一点腰酸 我以为是说走路走很久 腰酸 不是 结果不是 是mess来的时候 有一点腰酸 其实小腹是不痛的 我去厕所才发现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产品真的是很神奇 这样子 让我可以静静的来 悄悄 这是第一点 感动我是 感动我是睡得着 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二点 就是 改善我的 mess来 月经不会痛的问题 这是真的 那我有介绍我朋友用 我朋友也这样讲 我就觉得 我可以帮助人 那 自从我用了第二瓶之后 那时候我舍不得用完 我坦白说 我舍不得用完 我送给我姑姑用 我姑姑的肩膳可以看一下 那时候送她半瓶 因为我mess来完之后 不会痛 我就想说 我姑姑阿嬷她们都 因为我们家卖面的 我们家卖素食面的 那她们就长期 我都会受伤 站住也会受伤 站住也会受伤 还会坚挺痠痛 我姑姑也因为痠痛 问题也是脾气很大 有时候 忍不防就被她骂了 我就说怎么办 因为她们会痛 像我大姑姑 走到两只脚都弯了 我还陪她去看医生 你知道那种痛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体会 但是至少 我觉得我插在我身上 然后有一个感触就是 我走楼梯 我不会叫叫了 我以前 因为我有车祸过 我的膝盖走楼梯 是会叫叫 我不晓得你们 会不会这样子 也可能因为我胖 还怎样 就是会叫叫 自从我插了一把霜之后 我就发现说 不会叫叫 我就觉得 这应该可以帮助到我姑姑 之后我就拿半瓶给她们试用 而用完之后 她们就觉得说 有感觉 我姑姑的见证 如果你们有机会加入我 千千群组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她们 就是自己说的见证 然后她说 头可以这样转的 对不对 还有部分就是 她酸痛部分有减少 她说酸痛部分减少 本身脾气就会改善很多 这样子 对 再来部分 还有就是我的腰酸 生小孩我是剖腹产 剖腹产的时候 就是会打麻醉 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 应该是麻醉 打在这里 脊椎 脊椎 是关须的打 有生过剖腹产的 应该知道 那产完之后 你知道我产完就是因为 我会开七八成 我比较胖 还要缝痕 你知道 比较胖 所以 我也建议大家 你能自然产就自然产 千万不要剖腹产 你知道很伤元气 我开完两三个月后 我现在有那个叫什么 灰爪 灰爪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就神经虫的部分 就是 人家说绕一圈 你就差不多拜拜了 你说 那个生蛇 生蛇 我们简单是生蛇 像人叫生蛇 对 我是绕半圈 好险绕半圈 那时候 也去斩蛇 也是有去吃特效药 这样子 因为阿医生就跟我说 叫我要跟小孩隔离 那时候可能修护的没有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用保健品 但是我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我知道给他用保健品 但是我自己却不知道用保健品 这样子 因为他出生因为才1980 那1980的部分 我就是觉得说他这样太小 所以我坐月子每天哭 那因为我吃素 其实营养来源也不够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在 因为我坐月子每天哭 有在家来吃的那个 我姑姑有帮我坐月子 就是有顿补给我吃 我就觉得说 我有恢复好一点点 但是没有像以前 还没有生小孩的那种 体力的 连唱歌标不上高音 我以前很爱标高音 现在标不上去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之后我就 给我姑姑用完之后 我又送一瓶给我的客人用 我的客人是因为 他给我介绍案子 有成交 他是一个贵妇 他就跟我说 我没缺这个钱 不用包包给我 我就觉得这种客人很上道 真的很善 但是我帮他服务也很好 他的案子 我也是帮他服务的很好 他就说看到我的 积极态度才会帮我介绍客人 那我也是看到他说 他因为也是车祸 好像是风湿性的 关节眼角的部分 那他昨天有帮我们录见证 可是还没播放 现在我就是用一瓶给他擦 就这个苏贞姐 我就是先给他一瓶擦 擦完之后他自己主动打电话 给我说要约我买半套 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 跟营养师去他家 教他怎么使用 做实验给他看 帮他测围循环 营养师我也要他去跟我姑姑 这边帮他们测围循环 跟他讲一些概念 健康的概念 因为我阿嬷都很爱 为什么 因为他们老人家 好像骨头不是那么 我就觉得好像 松垮还是怎样 就是走路也没力 行动也不方便 自从擦了以后 我们家很爱 每个月都期待我拿一瓶回去 你知道 一瓶不够 我姑姑也说 冰箱不够要两瓶 两瓶也不够 我说那你自己买 以前她不会买的 我姑姑有没有在线 她看到就不好意思 她现在会自己拿钱出来买 那我吓一跳 我就说 以前的化妆品都是我买给她 既然她这次会自己拿钱出来买 我也觉得 她很认同公司的产品 这样子 之后我再来介绍给我的朋友用 我的组织就这样慢慢起来了 感谢我的朋友们支持我 在这里有 跟你们说一下 谢谢 对 那倩倩刚才讲了很多重点 就是说 她第一个 就是EVA酸用了过后 就是睡眠的问题 睡眠的问题改变了 然后再来就是月经 月经就是没有像以前 第一天来都不想出门 而且脾气很暴躁 对 现在好像静静的来 静静的走 翘翘的走 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有讲到尿尿 对 平尿 现在我跟你讲 才起来尿一次 有时候睡到天亮 我起床 不可思议 起点了 我说 那我睡一觉到天亮 有几次 最近是有几次 但是还是平常都大概会起来一到两次 那我现在也不用坦白说 我也没有每天擦 需要太累 我们工作太累 我会擦 为什么脚真的会酸 我就会擦 腰真的会酸 我就会擦 对 其实我的机能带起来 其实带起来之后 我们就当做保养擦就可以 对 因为我们这个一把酸 大家朋友可能心上朋友看到 哇怎么这样子 这个也可以 睡眠也会好 频道也会好 月经好 其实呢 我们的一把酸 它重点是 它给的是我们是荷尔蒙的原料 它不含任何的动物或植物 因为别人的 或者是动物的 不是你的 是都不好 而且都不安全 自己的荷尔蒙是最健康的 所以一把酸给的是自体荷尔蒙 给你的是原料 就类似我常常跟朋友讲 还有跟我们的伙伴说 如果我今天我要做一个面包好了 面包 我要给你什么 面粉 糖 或者是 起司 奶油 然后我给这些原料给你 你自己去做 做你喜欢的 我不是给你直接给你一个面包 让你吃 所以我们的一把酸的原理是 我只给你原料 我给你面粉 给你糖 给你奶油 你自己去做你身体所需要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脑下垂体 会去让我们身体 哪一个地方缺荷尔蒙 因为我们有八大腺体 八大腺体的地方 那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不了解 等一下会后 可以跟你介绍进去听的朋友 做更详细的解释 听什么是八大腺体 这个呢 它擦我们一把酸擦了过 它是经过皮肤马上吸收 到达我们的血液 让我们自然分泌 身体所需要的荷尔蒙 你看像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漂亮 为什么年纪越大 超过30岁过后 开始这里痛那里痛 像千千刚才分享说 就是越来越发胖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晚上睡不好 经痛 其实这些都是跟什么关键 就是荷尔蒙不平衡 就是荷尔蒙缺乏 荷尔蒙不平衡 所以我们抹了以后 不是说自酸痛 没有 我们这个不是酸痛高 通常外面酸痛高 然后抹了都会凉凉还是辣辣 可是为什么你的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酸痛高 很多人以为这是酸痛高 不是 我们是属于荷尔蒙原料的一把酸 而且是美国原装进口 所以千千回去抹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从哪里 脖子 脖子这里 我们淋巴的地方 腋下这里 然后到我们的腹部 还有我们的肾上线 就是我们的腰部的地方 然后大腿 因为你前面的时候 你的量一定要用的够 所以我跟他讲 千千 你第一个礼拜一定要用完一瓶 可是他那时候不舍得 因为没有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当然他就神神的用 可是神神的用 他也是有感觉 也是有 真的 有感觉 你们有插过的朋友就知道 如果 如果刚开始的话 量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礼拜用一瓶 你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当然千千还有女性的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他的乳房 他的乳头的颜色也有在变化了 之前是比较暗的 那过后变成比较什么 这个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谈 你们自己擦就知道了 就是变比较年轻 因为一瓶酸带给就是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快乐 还有我们的幸福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千千就陆续跟他的好朋友分享 然后还有他的阿嬷姑姑 其实阿嬷跟姑姑就像他的阿姑姑 就像他的妈妈一样 其实千千从小呢 因为是缺乏了母爱 然后这是他的家庭的故事 所以千千都是靠自己的一个努力 然后这样子撑出来的 所以他现在要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帅宝贝 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帅宝贝一生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千千每天哭 每天很伤心 然后差一点忧郁这样子的感觉 有忧郁的 有忧郁 这都是因为真的是过程不简单 不要看他只是去旅游去玩 但是他其实健康上赔了很多 赔上了很多的健康 所以千千刚才有分享说他的睡眠 月经还有尿尿的问题 然后再来他的静脉曲张 因为碳 碳的话 我们家其实有静脉曲张的基因 我姑姑也有 我阿嬷也有 我也有 这样子 对 其实都是循环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 加上我知道千千家人 其实他都不相信保健品的 真的 我也才知道说阿嬷上个月跟我讲 不是阿嬷是姑姑讲 我阿嬷现在活到几岁 91 91岁 从来不相信任何的保健品 你只要给我保健品 所有跟我推销 我全部推掉 然后哪里知道说 真的是被欧美丽公司感动了 真的 被我们的夜环术而感动 因为阿嬷的眼睛的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很长故事 以后再来分享 因为我们今天不谈夜环术 我们今天谈的是一把酸 所以姑姑呢 因为是素食外面的 刚才前天有讲 手关节啊 每天都在做啊 好痛啊 腫啊 变形 还有这边 变形 痛痛都痛 所以呢千千就叫我 第一个就是把微循环仪器带去 姑姑那边帮他们做检测 我帮她的好朋友 会有人做检测 那检测过后呢 他们通通都有加入 而且姑姑 算是小姑姑 是最支持我们的千千人 是啊 而且到现在小姑姑做的很有型的 而且很开心 她现在不用我写 自己完成耶 我太高兴了 已经独立上来了 对 我姑姑六十几岁了 可以自己完成耶 我都替她很开心 因为刚开始 我也是月营养师去嘛 营养师没有去 就我自己去嘛 我去完 她现在可以独立作业了 哇 我给她栽培到一个欧美丽的接班人 而且小姑姑呢 她是 算是前前很好的一个 也像妈妈一样的感情 因为她的小孩也是 我算是姑姑帮忙带她 不然的话她工作 你看房地产这么辛苦 对 怎么可能还能够带小孩 对 所以小姑姑呢 她初初是说 好啦你给我半瓶 对不对 我送给她 你送给我 我就某某 我就试试看嘛 试试看 隔天起来 没有那么僵硬耶 而且 头可以转 头可以转 对 头可以转了 所以呢 我相信小姑姑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想起 然后就认真的用 而且她也很省 因为 她们都觉得 哇 这个五千块不便宜 这样子 她第一个推广给她的好朋友 实际讨厌 哦 对 我来跟你去 有车祸 她好像不能奥 她是因为车祸 然后影响到神经 所以 手的问题 然后姑姑呢 马上想到 我用的不错 那我就马上分享给我的 她的好朋友 就是她手整个有车祸 然后她车祸到神经都受血 然后整个手是不能够这样子 也不能够握 没有办法握 也要做那个 就是也要去做那个复健 复健 复健 所以她就介绍给她 所以姑姑陆续这八九个月 也是带动很多朋友在用着我们的产品 对 那你看哦 静脉驱张 讲回千千 现在哦 静脉驱张的地方 因为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长期站着 因为要跑业务 到处走 对对对 然后荷蒙又不平衡 真的 荷蒙不平衡 所以呢她过了这半年 一百三半年 你有看到她这边阻塞的地方 这个比较黑黑阻塞的地方变淡了 所以静脉驱张其实是有帮助 那千千呢她本身是剖腹肠嘛 那还好以前的时候我不是剖腹肠 我是治疗肠 因为我的确的确看到很多剖腹肠的妈妈不简单 我们在前几天 就是那一个我们的 Amy嘛 千千的朋友 剩三个 剩三个的剖腹 都剖腹 身体变很差 而且她的外观是没怎么样 对 可是她的体内 她的循环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们照微循环 我们整个里面包含了60岁的成姐 血管都比她好很多 我们来让千千分享一下你这里的见证是什么 肚子这边 肚子的这边就是我的韧成纹比较多 生产丸大部分都是有 大部分的 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要保养 她本来说 擦乳液其实也不够的这样子 那没有保养的情况上生完 我们也没保养 没保养就是会有韧成纹比较明显 那自从我擦了一把双之后 我本来也不知道要拍照 其实这个五个月 差了一把双五个月 肚子其实已经很漂亮了 这比我之前 我还没保养之前真的差很多 因为我看完我同学的肚子 我就觉得 哇她怎么 她应该要好好爱自己 我才会登出我的肚子出来的 因为我是看完她的肚子 因为她也生三个 她生三个 当然回得了 姚佩佩 她老公当然也不会嫌弃 她不会嫌弃 但是我说你要爱自己 我说不然我回去拍我的肚子给你看 那我就从五个月开始记录到六个月 我越差越光滑 我是觉得越差越亮 肚子自己看会欣赏 会喜欢 以前肚子就垂垂的 就自己看了怎么看都不喜欢 坦白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看就知道 那我们虽然胖 但是胖的时候你要有光滑 我觉得是我们 而且慢慢帮我雕塑 我觉得我的肌肉好像都比较紧实 对 其实我在认识你之前我发现 看我照片 那时候你是更胖的 对 现在的确有瘦下来的 但是这个还是要横行 尤其是一把酸配合还有葡萄籽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饮食 所以千千这边的认诚就是很明显 因为之前都没有保养 而且我们这一度来也看过很多的朋友 真的认诚我好恐怖 我都觉得我的肚子比她漂亮好多 就脸是年轻的 就像我的年龄三十几岁 然后可是肚子像一个七八十岁的阿嬷 你知道这样的肚子真的是很多 我看到很多的妈妈看到很心疼 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以为我的肚子是很丑的 我就不敢露 我又看到他们 我说那我要大胆的露出来给你们看 我说这真的是要保养 我也是保养来的 对 所以千千就很保养她的肚子 希望认诚我都好 我那时候刚擦一八三 我第一个就先擦肚子 她说要从上面擦下来 我说不用不用我肚子先擦 我就想顾肚子而已 因为开完刀完之后又垂下来 因为肚子没有收回去 就是都只聊佩佩哥下垂 很坏看的 他不会说这五个月 擦了有这样的成绩 包括现在擦六个月 七个月 八个月后的成绩 我都觉得很满意 坦白说 是 然后我们接下来你看 然后这边通通 这些润成纹的地方 还有她的 就是循环不同的地方都改变了 当然千千除了用一把酸以外 她对于葡萄籽的心得也是很多 那千千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那时候吃了葡萄籽 就是这个怎么改善的 因为我本身有蕁麻疹的体质 坦白说是吃不好的东西 像吃辣我也会过敏 这样子 吃不干净的也会过敏 我本身吃素 吃素其实都 如果吃外面也很油 有时候如果 菜料很多 对 菜料很多 就是吃到不干净了 我就会 我不晓得人家会跟我一样 我就觉得以前 以前小时候就这样子 蕁麻疹都要去打针 都要冲急诊 因为整身苦疹 就很痒很痒 抓了以后就一大片了 我说一定要靠去医院挂急诊 打针才会压下来 这样子 比如说像这样开始痒 我只要稍微抓一下 就整片了 我就觉得那好麻烦 我就觉得 因为我一有蕁麻疹 我就会想要再 赶快第一时间去压制它 如果没有的话 就真的是大片 之后我吃了葡萄籽 之后我就发现说 有感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这样 掌掌掌掌掌掌 我就说 因为那时候营养师 就跟我说 他那个维他命C很高 我就想说试看看 我那时候试试看看 这样子 我本来一天只吃两颗 刚开始当保养 有时候也忘记吃 来坦白说 忘记吃就算了 可是当你有蕁麻疹的时候 你就讲到他的话 哦 维他命C很高 我就大量吃 就养到受不了吃两颗 半夜起来又吃两颗 这样子 隔天起来看就觉得 笑一半了 这样子 就不用让我充 因为会养你一定会想要充医院 可是我半夜再起来吃两颗 隔天起来看 不会怎么养了 就是笑一半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不用充医院了 我就继续吃 我也是加量吃 就隔天 就又变得比较好 差不多吃了三四天 就没有了 我就觉得全部没有 是完全没有 不是说像还有一点点 一点点没有 就没有了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的孩子 因为我孩子 跟我好像也有离离 传到我体质 他也是会过敏 他只要热 一热 凶险 就整个好像是一点一点 那个叫什么 过敏发妆 过敏发妆 人家跟我讲说是湿疹 我以前大家去看医生 就用擦的 其实他擦的已经到免疫了 都没有办法退 我也想到他 我就给他吃葡萄籽 结果他现在自己会擦 一把双也会吃葡萄籽 他比我还厉害 很懂的保养 对 你可以看一下我小孩子的见证 好 其实我们如果吃太多的那些 像肋骨醇或者是止痛药 或者是等等药物 其实身体会产生一个 就是完全以后你再吃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 他没有 他类似就是说已经身体immun 没有办法去再让他更好了 所以千千就知道说 听到我们葡萄籽 有这个维生素抗 就是抗氧化的这个能力 是比维生素多出30倍 20到30倍 所以他觉得那我可以试试 还有维生素抗氧化能力这么高 所以让他的整个过敏的状况 是很好的 你看他小孩子以前一生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在8年前 2012年的10月 真的就是瘦瘦小小的 你看妈妈那么大一个对不对 可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就是营养不好 然后妈妈的营养摄取不好 然后可能妈妈在怀孕时候 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饮食 我觉得最重要 我胖 我胖 阿姨生说我有认诚高血压 我有给他买体带血 给帅宝贝买体带血 结果生产 当天那个集带血就说要退我钱 我还跟他说没关系 生一点点也可以 我也要存 他说存的没有意义 没有用 是不到10cc 他说正常要好像 2、30cc以上才能存 我才知道说原来是我的几代 因为我认诚高血压几代的养分 没有办法输送给小孩 所以把小孩生的就是 我每天哭 因为我那个婆婆很坏 我跟两个我婆婆的 就不要看 很坏 他说他看到我主管来 店长来也是 我们公司的主管 单位主管 还有同事来都很坏 怎样讲说 听到那句话 你真的不忧郁症也会忧郁症 你知道吗 我就说那你赶快离开 你赶快离开 我怎么样 我姑姑也会照顾我 你赶快离开 你不要在我耳边 跟我的亲朋好友 包括来看我的主管长官 讲成这样 我长官 我觉得我难以忘怀 还是我们出游去完 我长官还敢在游车上面 跟同事讲说 我婆婆那句 说我把小孩生的 那句话 硬绕在我心里 我就没有办法抹灭 我就觉得说 你听我婆婆讲句话 你干嘛还要讲出来 给同事听 听到大家在笑呢 对不对 这是很要不得的行为 我觉得 对啊 我很生气 为什么 那时候有忧郁症是因为 也是帮小朋友生的很小 我看到就哭 因为整排婴儿 只有护士帮她戴帽子 我还问护士说 为什么只有她戴帽子 护士说因为她最小 护士也觉得很心疼她 这样生出来真的是黑的 像一只小猴子 小猴子 你看看照片都知道 很丑 那时候我就想说 怎么样让她变好 变帅呢 我只好给她取 人家跟我说 我们要有意念 我就给她取一个帅 那时候她的名字 我叫不习惯嘛 刚开始生出来 我就叫她宝贝 不然干脆就叫帅宝贝 所以那时候她生出来的时候是几周 几周 37周过两天 其实是逐月的 可是我的养分没有办法给她 这样子 因为认诚高学校的关系 我一定要剖腹 剖腹第一点 导致我的身体就不好了 因为开过刀真的是很伤 如果你们可以治安产 绝对不要剖腹产 不要为了说去领保险的钱 绝对不要 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 我是生过一胎之后 就吓到不敢再生 我很佩服生三胎的妈妈 真的 所以生小孩 的确切要 拿命去看的 妈妈要有一个很好的营养 所以在座的朋友 其实你们都很幸运 为什么 因为假设你今天 还在怀孕的 或者是还没怀孕的 那你可以让她多用一把酸 为什么 因为用了一把酸 第一个酸痛的问题一定会变好 为什么 因为她就让你的荷尔蒙平衡 加上你小孩长出来的 一定是非常的健健看看 就很可惜说 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怎么这么晚才认识一把酸 如果一把酸在十年前认识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 就很多问题都不会发生 就好像她有一个好伙伴 就跟我讲说 迟了两个月 就是她爸爸是肺癌过世 如果早一点 让我们可以用到一把 用到葡萄籽代谢的话 那整个可能时间就延后了 有时候是缘分的关系 那你看现在帅伴已经长大了 她现在已经8岁了 她每一天 她会要求要长 要求一定要长 每一天对不对 一定会长 我今天 我跟你讲 她长太高了 我跟你讲 原本37周 过两天生才37公分 那1980 我们同学 同学帮我写1960 少了20克 没关系大概就是不到2000 那再部分就是37公分 是整排婴儿最小的 最瘦小 我那时候她换药布 护士说我们要学习 她的小腿 小腿的部分是我大拇指 这么粗娘 我那时候一边换药布 一边掉眼泪 护士说你怎么哭了 我说看到就心疼 这样子 我就很努力的去顾她 可是她的胃还是不好 她的那个胃就是胃口都不好 因为她的肠胃我给她生的时候 肠胃是不好的 那我很努力 那我要感谢欧美丽就说 我擦了一巴双脂 她本来只吃白饭 我没骗你跟我出去过的朋友都这样 只点白饭给她吃 她只吃白饭 她最喜欢吃的部分 顶多说水饺 水饺她也会吃这样子 其他都没有了 鸡腿不太爱吃 鸡腿吃两口 还有那个鸡块会吃 我就觉得说 要怎么样救她 结果她擦了一巴双之后 她自己会主动说我要吃肉 我要吃菜 我虽然自己吃素的 那我前部会也跟我讲说 叫我不要给小朋友吃素 我说好 没关系 人都是自由公平的 你要吃什么 当然就是你的权利 那我就说 那她愿意吃 我就给她吃 那她竟然主动会跟我讲说 妈妈我要吃什么 我要吃什么 我很感动 她原本一年级的时候 她是全班 在学校我去看她 那一年级刚开始上学的时候 是全班中间的 那我开始接触一巴双是去年的年底 开始大量用了 就是第二瓶的部分 第一瓶到第一瓶 我有给帅宝贝插 那她下学期刚开始 一年级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她跟我说 妈妈我是全班第三高的 我听到就有信心了 开心 之后他们老板 欧美丽的老板有约我吃饭 她就说她小时候也是在那里 玩那个 长到190公分的 那个很高 我就说 哇 我以来是帅宝贝看我 认真她 我其实也不用太认真 她自己就会插 她自己就说 妈妈你赶快帮我点 她自己就给呼呼 她比我还认真的在用 为什么 因为她这个学期 二年级上学期 竟然跟我讲说 她是全班最高的 本来是生出来最矮的 对呀 我就觉得说 哇 我的努力是有 有那个值得的 我那时候就很怕说 她生长曲线跟不上别人 结果那时候就有慢慢拉上来 至少我们一年级的时候 是跟人家可以比平 就是不是最高 但是也不是最矮 是中间的 慢慢又变 第三高的又慢慢像这一学期 跟我说量身高体重 男生女生配起来是最高的 我那时候听到 我说很欣慰 而且我有看到她 千千在脸书都分享说 好像帅宝贝真的长高很多 因为她们有跟千千是好友的 都是有看到帅宝贝的成长 就发现她怎么这一年 真的是长高很多 对 连我同事都说 哇 你儿子有玩 带她出去认识的朋友也都说 你儿子长高的 而且跟童年龄比起来 真的是高一点 对 跟童年龄等 不然下次我们可以约来吃饭看看 好 就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益巴酸让她就是肠胃吸收变好 而且睡眠品质变好 所以她逐渐当然她吃的营养就够 因为我们人就是要靠吃 然后荷尔蒙平衡所长大的 所以她会长高 就是因为她细胞得到够的营养跟养分 还有所有的蛋白质 糖还有脂肪 所以她就补充回来了 这是一个她儿子自己很安慰的一个见证 你看她自己都会擦 那天听说她过敏 因为台湾天气热 是最近才比较凉 很热 热到怎样子 因为台湾热到是风都很少来 她就过敏 你看她这里的中间都过敏 然后她就自己擦 因为很快的 你看隔天而已 隔天我们出去玩 对 还有吃葡萄汁 擦一把酸 然后就完全去消炎 为什么 因为她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两个搭配 所以我们的这一路来 就是从年初 我们就一直做微循环到现在 都有很多的见证 我们来看千千自己的好了 千千之前是还没有开始用葡萄籽 只是单单用一把酸而已 就是2020年的一月份 一月份 大家有看到这个图一月份 那时候我们检测的时候 她的微循环底下是很暗的 有没有看到 而且血脂很高 因为她爱喝饮料 应该是 应该天天都要喝饮料一杯 不喝不行 压力大 饮料都是糖分 压力大的人都知道 爱吃糖 而且这个就是有血压比较高 然后血脂也比较高 所以用了一个月过后 然后当然她有发现说 不是一个月 两个月 所以她有发现说 她这个血管好像变得没有这么的 就是脏 没有这么黑 有的确有长高一点点 然后这个是血管的另外一个形态 发现她打劫这边好像有变高了一点 因为那时候她是真的很认真 因为那时候她是跟她朋友 就是一起 他们就买了一个套筑 14瓶 就是认真的用 她觉得假如说 初初我想要用便宜 我就直接来买套筑来使用 这样子 然后不知不觉的 一边分享就越便宜 甚至好像是都不用花钱了 然后而且还有一些 宁愿钱 就有一些心得 所以就很舍得一直在花一把酸的钱 在用了 然后你看在8月21号 就是在两个月前 你有看到吗 大家她的血管 这里 你看这一根 我用滑鼠点 这一根就是这一根 有没有看到 她整个阻塞的 这些阻塞的 红雪球聚集的 变怎么样了 淡化了 有没有看到淡化了 然后我圈起来的 然后这一根底下的你看 她这个是打劫很严重的 现在也变长高了 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血管就是 毛细血管 发夹型的 本来就是高的 可是她以前都是矮短短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给她营养不够 氧气不够 她当然就是缺营养 她就缩水了 就长得矮矮的 然后我们昨天 昨天在陈姐家 昨天我们检测 又来检测一次 发现到她真的都有在变化 而且颜色也变淡了 为什么 因为千千这几个月都很认真吃葡萄籽 而且一天至少被我一吃几颗 4颗 4颗 一定都吃 而且她都早上吃 然后餐后 餐后都有吃 忙 最近真的好忙 最近房地产 因为有成交 就是会比较忙一点这样 ok 所以都会养成餐后 一定也有在吃 餐后吃半就是晚上吃 这样子 我现在晚上吃也睡得着 很厉害吧 ok 以前她不敢在晚上吃葡萄籽 因为她怕吃不着 睡不着 因为很精神 可是现在ok了 身体可以适应了 所以千千这一路来 从认真开始做 算是今年的2月份 2月份马上就分享好多个 所以她就是推荐完了 拿去推荐完 而且都是分享入门套组 然后葡萄籽竞赛开始 她也是我们第一个达成21瓶 还有另外奖金领取 而且组织整个也分享了 接近40瓶的扑桃子 所以我觉得千千的动力是很大的 而且因为她看到产品的好 而且她很认真去分享 那最近就是我们青串开始 我们的Larry总监下来高雄 然后就直接帮奖 五千块给千千 那一天都没有奖 不然我就画一下妆 好有没有 这是完全没有画妆 这是很朴素的 就是吃一个饭 然后跟朋友聚在一起 这样子 然后Larry总监下来 所以你看 所以就是有努力 有努力有分享 我们公司还会送奖励 然后这一路来 我们都分享给好多好多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像昨天我们也分享了 疫情的美容店的SPA的老板娘 他们也很认同 所以你看陆续续都好多 那我最后的话呢 就会让千千 让你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公司是以人为本 再造生命的这个理念 对 那你对整个公司 未来你有就是说 继续把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定会的 因为我觉得我身上看到产品的好 用在我身上感觉到产品的 就比如说 好之前人家看到我说 你小孩子很小啊 你要保重身体 现在人家看到我没讲这句话 那不只 我觉得也不只帮助我睡眠 包括我的那个频量问题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酸痛 酸痛问题也有 还有我的压力压力来的时候 我就会擦胸前 胸前 葡萄子就马上吞 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气血循环不好 你就是气都会闷在这边 你就吃葡萄子下去 就会让心情开心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们老板有 等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讲这一句话 就是以人为本在创生命的 在造生命的部分 我可以认同 为什么因为我去分享不是为了赚钱 坦白说我每个月都会举办 就是比如说会回馈 我都买过产品的朋友 大部分我都有接受到我的回馈 用公司的产品回馈给他们 我的奖金最近拿出来回馈 我重点不是要赚钱 因为我的失业在房地产上面 我有仲介的资历16年 那我去年也跟朋友成立了一个工程公司 但是因为今年的疫情 那五年的公司就是 但股东就 这讲白一点就退股了 退股我就 大家就自己承担起来 承担起来这样子 我的工程事业就是我自己在 在处理 那其实我已经很忙 其实也没有时间去推广 但是我觉得产品感动到 因为我觉得可以把我救起来 已经是不简单 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恢复健康 其实我们都没有这些健康概念 我才会发现说 其实人在虚弱的时候 总是要有一把伞为你撑 那这把伞要有贵人 就等于是贵人 我也希望我能当别人的贵人 因为我生病也很多贵人 我才有办法接触到这个产品 那帮我的生命救起来 帮我事业可以再发扬光大 因为没有生命其实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我有考虑过说 我都把钱花在 坦白说是吃完了伞 我没有很好的照顾自己 我自从生病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生命真的很可贵 我就希望说 既然有人为了帮我撑这把伞 我也要去帮别人撑这把伞 我一定要把这个好的产品 介绍给我身边的人使用 这是我的宗旨 因为我的事业很忙了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做 那我就是每个月还会 因为我也鼓励我的伙伴去做 就是加入的朋友一起去推广 那我每个月就会送东西 比如说推广最厉害的 我就会送包包 我有跟我的客人买那个 当然就是福利品 因为我领的奖金也是公司给的 当然就是也是你们有机会认识我 我才会有办法去推广给你 这样子 那我就会送给我的伙伴每个月 买的人是送产品 但是推广第一名的人是送包 还有奖励 就是他鼓励更多的团队的人可以去做分享 我希望我们 就是从开始不用靠吃药 如果真的是刚开始身体不舒服 你当然看医生是最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当保健用 当保健用 就是当做我们平常 因为身体还是需要 因为我去上课我才发现说 靠吃是没有办法去补充我们的身体机能 带动我们的身体机能 因为我保护产丸 我才发现说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对 之后吃了葡萄籽 再用一把双之后 让我的身体恢复现在的机能 恢复到我还没有生产前的机能 我就觉得哇塞 我可以讨一整天呢 我以前坦白说我刚出社会 因为是早上一份工作 晚上一份工作 我很担心没有钱 因为我没有前无靠山 后也没靠山 我希望说我的事业可以慢慢做起来 好险我在房地产也有贵人 贵人扶持我 那我就是一路这样 跌跌撞撞起来 那当然就是我有我的经营的品牌 之后我也希望说 我那时候经营到 因为累嘛 累再加上剖腹产完之后 身体精神变差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我看可不可以 还可以再好 就像人家说东山再起的意思 因为你没有吃一样的身体 没有办法去打拼你的事业 就顾不周全 好险 我觉得我有这个贵人 同事介绍这个产品给我用 而且重点是还有营养师的合作 因为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业 我也只知道用 对不对 要有他的专业跟我讲一些专业知识 我才会吸收说 真的是这样子 用那身戒指身上 我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变好了 我就想说 那我就带着他去推广 重点是他也很认真 我没有骗你 我call他 我就觉得我的伙伴 有几个也很厉害 就call他 call他出马 专业的部分就靠他讲 实际上是真的我们伙伴要去推广要做的时候就是 其实现在我不用营养师我自己跑前线 人家也 已经独立了 独立作战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帮助我 为什么 因为我很忙 其实call客的部分都靠他 靠他帮我去联系我的朋友感情 联系我的朋友使用状况 去关心 我觉得这一块 我觉得公司做的很好 就是可以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去协助我 因为卖东西包括卖房子都一样 就是售后服务很重要 对不对 我就是公司这一块做的很棒 就是他会主动帮我去联系我的朋友感情 让我说我可以经营房地产事业 也可以在帮助别人这一块事业继续创造下去 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 我天天可以到这个线上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如果听到有兴趣 也可以联络你的介绍的朋友 好 那我们今天就感恩千千的分享 而且我们当然我们团队要继续加油 好 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